當然你講到現在中共的外交 短期因為都是一些時事評論都不能夠講太遠 但是大小都是 其實現在美國最重要的策略就是在逐個地方講 太平洋地區慢慢形成了一個包圍鎖鏈 對中共圍堵 由日本、南韓、台灣、菲律賓、越南 甚至我講到新加坡 現在去到印度 所以其實整個對中共的包圍基本上形成了 當然對於中國來說最主要的反應就是 譬如繼續開拓和中東的外交關係 也都有和一些中美洲國家 甚至中南半島國家 譬如最近也有柬埔寨訪問中國 可以這樣講就是說 其實中共可以做的 就是人家和一些 和西方國家沒有那麼親近 或者打算吃兩家茶泥的國家 去到維持著一個 一般或者是一個 一般性的一個來往 比如說柬埔寨先說 所以實際上現在可以這樣講就是說 中共對於現在整個外交局勢可以做翻身 或者甚至可以做改變狀況的事情 其實已經真的沒什麼了 你說一帶一路 其實無論是外國的媒體 或者甚至是不同國家都發現到一帶一路 可能已成為了一個 就是債務陷阱的一個部分 所以大家都用不同形式去淡化 或者甚至撤出 或者甚至是退出一個大日路 在大日路不通 當然你說和俄羅斯 比如你看到最近北韓領袖 金正恩也訪問俄羅斯 你可以看到其實 就算你說中俄關係 大家都源自於一個 是互相利用 或者甚至其實 大家不是一種西方 好像英美關係 或者歐盟和美國關係 是一種有理念 甚至是一種是大家希望維持 世界局勢穩定的一個目標 所以如果大家看回這一年 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關係 就算你說 比如說你說到伊朗 可能你說到中東 說到俄羅斯 但是你看到那些關係本身 其實只不過是 它開放那段時期 是有一些新聞 但實際上是否做到一個鞏固 或者甚至是 作為增加中國外交籌碼作用 似乎這一方面 就似乎不太明顯了 然後有一些朋友都會說到就是說 其實在現在的局勢裡面 其實習近平應該是經常外訪 意圖透過他的外訪 去重建中國整個外交的一個頹勢 但是如果大家還記得 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玩習近平 你記得習近平上次訪問這個狼飛 又步出機艙 但是腳裏不穩 好像吃了糊得這樣下機 只差在未撲街 撲樓梯而已 但是現在可能香港朋友看不到 因為香港的媒體自我審查 那可能你要看外國的媒體才知道 但是有一個很棒 就是大家都看到 就是習近平和他的翻譯 一起走進去 就是可能某個指定會場 進行一些交往的時候 那你看到就是說 不知道什麼原因 可能真的兩個人不可以平白走 一個走前一個 一個是習近平走前 那他那個翻譯後 那結果呢 那個翻譯走得慢一點 結果呢 去到每一個地方的閘的時候 那個閘都關了門 結果那個翻譯就進不去 那只有習近平對著鏡頭 自己狠狠地 狠狠地 就自己走 你知道他又不懂英文 有一個人 又怕被人暗殺 又怕被人暗算 又怕出醜 那這一種真是醜到 就是醜過醜婦建家翁的局面 你說習近平被國際社會已經笑到臉都黃 那可能因為這樣 上次南非會議那個陰影 或者上次南非會議那個出醜的狀況 是令到習近平更加不敢真的去外訪 那所以實際上 你叫中方外訪其實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你中方外訪本身 你譬如說習近平出去 但是你出身都是出醜 要不就教訓這個加拿大總理 結果搞到加拿大 加拿大的政府被迫要強硬起來 因為你連你加拿大那個國家領導人 都被習近平這樣下去面羞辱 你侮辱了他們的話 那迫著真的要針對你 加拿大在中國滲透的勢力 所以你說無論派韓正 或者甚至你派一個不同的官員 實際上他們這些官員根本說不到事 這些官員最多都是一個錄音機 譬如說韓正 甚至這些官員本身究竟有沒有外交經驗 都不知道 還有有一件事就是 正正因為上次習近平在這個南非失敗了 結果就導致這個王毅被迫消失了 甚至江湖傳聞去寫這個廢國王書 還有最搞笑的是竟然連這個貪腐的李小聲 都要拿出來 去處理整個國家 那你可想而知 如果你說你真的準備打 或者打台灣 或者打算合縱連環 打算找一些朋友去支援 但是你覺得中共現在有什麼情況 那我覺得就是 你打即是送死 但是如果你送死的話 我絕對歡迎 那總之來說 如果你說去到11月 去到G20里年 中共的習近平都不出席 那其實現在的做法 反而是很多不同的國家 比如說可能美國 英國 不同的一些官員 都可能外訪中國或者香港 是作為一種試探 或者甚至是知道 究竟中國發生什麼事 那所以如果大家都看到 最近很多不同國家的官員 外訪中國或者香港 其實他最主要的目的 都是一個間諜目的 或者甚至一個 究竟現在中國發生什麼事 香港發生什麼事 那可能是要透過這些外訪 去到第一身拿到一些相關資料 並不代表 或者甚至完全沒有一種所謂 改善關係 或者是真進合作的意味在道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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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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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